哈喽,大家好,我是蜚鱼王的龙哥 今天我进来的一家买一些鲦鱼的 三五十鲦的店里 现在带大家去看看 这里面的有好多种不同样子的鲦鱼 看见这里是一些短鲦吧 应该是,能看见吗 这边是一些神仙 一些关刀啊 刀啊,什么刀也不太多 看看这边也是 哇,他们整个什么 神仙被吓到了 这边也是 这边有一些荧光斑吧 看上去是很漂亮的 老板说是十五块钱两条 可以看一下它的效果 确实是很漂亮 这边有一些电光美人 好像好蠢盾一样 看到吗 游来游去 这边是一些一枚道人啊 以前的话这种是 炒钢之王 炒钢的必肥 他们是 群牛的效果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看的 这些是 三菇石雕 他们可能觉得我过去会有食物吃 让我远一点看一下 好多 不知道是多少钱 他们这个是多少钱一条 看什么品种啊 要看什么品种啊 看什么品种 哦 品种和 这些山菇石雕的品种尺寸 都价格都不一样的 它应该是按条来买的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它的价格是多少 这边的话有一些更大一些尺寸的尺雕 我们看一下 这条已经咬伤了 我们近距离去看看他们 这条好漂亮的这条 这边还有不同品种的尺雕 这边还有不同品种的尺雕 但是老板都说了 刚刚尺寸品种 大小 都会影响它的价格的 所以我们也不太清楚它的价格 一般的话 去到什么价位也不太懂 这边有几条 大马狗头 一共四四条 看上去有十二左右吧 这个是一百八十一个 它的发色也很漂亮 肚子也都很黄啊 有喜欢的朋友 记得关注我 这个黑黑的瓷雕 是四十块钱 这叫什么名字 南面骨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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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瓷雕叫做四十块 大家能看清楚吗 他们游的太快了 这一条漂亮 这个起点点的也是南面骨蝶 这个起一点点的 对 这个也好漂亮啊 这边有一些比较漂亮的雕 王室呢 这种是王房天堂了 是二十块钱 老板说 这个不是黄一点的 叫做黄天堂了 这个是三十 二十一条 那个房上面边边有一点点黄的 那个叫黄房天堂了 那个是三十 看上去都好漂亮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魏鱼王的龙哥 现在老板的店里也有很多客户了 我们要出去了 喜欢的记得关注我 再见了